我们接下来讲中枢成绩的另外一个器官叫脊髓 脊髓它的位置是位在脊椎骨连接而成 形成骨骼形成的保护管子内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这就是你的脊椎骨 这是中间的椎体 然后这边有个凸起 这边有个骨头 中间这个空腔 这个空腔就是放脊髓的 我脊髓画进来 脊髓在里面 脊髓在里面 脊髓在这边 我们的身体其实有分一节一节 你的脊髓也是 所以每一节脊髓 它会发出一对的脊神经 它长得长相大概长这个样子 我会怎么这么画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更细的细节 还有两个分支 然后连在一起 两个分支连在一起 好 我们的脊髓分31节 每一节左右各一 所以你总共有31对脊神经 由脊髓发出来的 中间这是脊髓属于中枢神经 长出来的叫脊神经 属于周边神经系统 如果今天把脊髓切开来 你会发现它跟脑刚好相反 我们脊髓如果切开来 把这个放大 脊髓切开来 它的灰质在中间 也长成这个样子 长得像蝴蝶一般 这是它的灰质 白质反而在外面 它是灰质在内 白质在外 其中灰质 它为什么是颜色深 它是细胞本体的位置 细胞很多本体在这里 细胞本体细胞本体细胞本体 外面的白质 都是神经细胞的轴土 加外面包在外面的水壳 对不对 所以白质 它为什么那么白 因为它主要就是水壳跟轴土 都是纸质颜色比较白 灰质颜色深 因为它富含了细胞本体 发生细胞本体 包含浓稠细胞质 细胞质的包气 还有细胞盒颜色比较深 中间有个管子叫中央管 我现在画这个 中央管就是往上连到你的第四脑室 里面流动的脑脊髓液的 脊髓液负责是肢体的反射运动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图来说明 整个脊髓重要的结构与功能 这个图是今天最重要的图之一 我们看这个图怎么说 我把脊髓圈起来 这个地方属于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 除了它之外 其他的都叫做周边神经系统 我写简体字 所以这个叫脊神经 它属于周边 这才是脊髓 它属于中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就是周边神经 与中枢神经如何对接 我们看看 这是脊神经 脊神经我们会说 里面又有感觉神经 又有运动神经 所以我们会说脊髓神经 是又有感觉又有运动 它是混合神经 都有的 混合 但虽然它的感觉运动是混合 当你靠近了脊髓时 这些感觉跟运动神经会分开 其中感觉神经会跑到背面去 运动神经会跑到负面去 它会分两支 所以我们的脊髓常会是 这是脊髓会分上下 然后再愈合成一起再离开 所以我前面那个图 为什么我要画有上跟下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上面这下面 因为它有分为背面跟负面 两个分支 这两个分支在这里 现在把它擦掉 这些分支都有名称的 这一根神经术叫做背根 这一根神经术叫做负根 背根负根是一根状的构造 它属于周边神经系统 可是回到看脊髓里面 这是灰子 灰子有颜色比较深的灰子 对吧 灰子的背面叫做背脚 背脂的负面叫负脚 所以灰子也分为背跟负两侧 所以你要看清楚它的名称 叫什么根的是属于脊神经 周边神经 叫什么脚的 是指脊髓中枢神经的灰子背面 还是负面的灰子 就分为背脚跟腹脚 所以这些名称各位要知道 另外我们刚刚说 背面这边是感觉神经从背面进去 然后交给联络神经 交给运动神经出来 所以背面的背根又叫做感觉根 因为它里面只有感觉神经 所以它又叫做感觉根 相反对面的负根只有运动神经 所以负根又叫做运动根 负根里面只有运动神经 然后随后感觉运动在这边就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说的极神经都是混合神经 它会把感觉跟运动都混在一起了 这个图就是讲神经传递路径 你们发现感觉从背面进去 运动从负面出来 这是人类身体的结构的通则 感觉从背根进入到背脚 由腹脚离开进入到腹根 然后到你后面的脊髓里去支配你的动气 这是我们的脊髓结构 讲到这里 我们中央管在这里 这个图中央管画得比较不清楚 它画得比较小 其实中央管蛮粗的 这是个中央管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图再画细一点 再讲细一点再擦掉 你会发现这个图中有画成红色的细胞 这就是神经细胞 而且这个细胞看起来是 一个神经本体突出来 然后分植 这就是单极神经 它就是感觉神经 对不对 它就是感觉神经 好 我就写一下 它是感觉神经 感觉 好 这个中间就是叫做中间神经元 也叫联络神经元 下面这个神经元 那就是运动 各位不知道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先把它写完 运动 就是感觉神经元的本体在这里 联络神经元的本体在这里 运动神经元的本体在这里 这三种神经 只有感觉神经元的本体 不在中枢神经系统里 在周围 在周边 好 那我们把这个细胞本体聚集的位置 像这边有一个感觉神经 这边只画一个 事实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 这是另外一个 好 这是它连接的 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本体 感觉神经元的本体 它的续细往下传 我发出一点 这是另外一个 它的本体 我还没画出来 这是它的本体往下传 所以这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感觉神经元本体聚在这里 感觉神经元本体聚在这里 而神经元的本体很大 所以这就会膨胀起来 这个构造就叫做神经节 它的名字叫贝根神经节 因为它位于贝根里 在贝根里的细胞本体聚集处 叫做贝根神经节 好 我们整理一下 在周边神经系统里面 你的细胞本体聚集的地方 本体聚集的地方 叫做神经节 好 那我们来看中枢 这边是联络神经元本体 也不会只有一个 有好几个 好几个 这是运动神经元的本体 也不是只有一个 有好几个在这边 延伸出去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叫灰子 灰子就是 中枢神经系统内 神经细胞本体聚集的位置 叫做灰子 所以它颜色才会生 所以我们之前讲说大脑灰子 为什么颜色身 因为它布满了神经细胞的本体 占你全身神经细胞的四分之三 本体都位于大脑的灰子 好 所以在周边的中 神经元本体聚集处 叫神经节 在中枢叫灰子 或是神经核 我写在旁边 神经核 好 神经核这个词 我们其实还没教到 还没到 我们只教到灰子 大脑小脑跟我们的脊髓 都有灰子 灰子是细胞本体聚集的地方 神经核在哪 从大脑的肌部到夏思秋 到你的中桥眼 都有很多细胞本体聚集的地方 本体聚集的地方 可以造成一些反射 来调扣比如说你的呼吸中枢 你的什么心血管运动中枢 他们都叫神经核 都是很多细胞本体聚集的地方 好 所以神经元的细胞本体聚集之处 若在周边神经系统 叫做神经节 若在中枢 要么叫灰子 要么叫做神经核 有这样子一个现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讯息的传递路径 换一个比较粗的颜色 我们的讯息路径 会从受气 把讯息传过来 有感觉神经 交给了联络神经 交给他 联络神经在这边 往下传给运动神经 运动神经往后传 交给动机 所以由背侧进 由负侧出 这就是我们的讯息路径 那讯息路径就是 先进背跟 再进背脚 再进腹脚 再进腹根 就出来了 感觉进运动出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与神经 疾水与疾神经 它讯息传递路径的交接的一个构造 请各位就看一下这个构造的重点 另外还要跟大家讲什么事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轴图跟速图 讲到这个感觉神经 它的速图在这里 这边开始叫做轴 就是轴球 这边引发动作电位 所以从这动作电位的引发点以后 全部都叫做轴图 轴图 好 这是轴图 下面这边是运动神经的轴图 因为它的速图在这边 很短很细有分支 有很短就有分支 所以这是轴图 所以我们在讲集神经的时候 背根跟负根全是轴图 全是轴图 这也是轴图 好轴图就是 外面包裹了很多的水窍 所以这些神经树看起来都白白的 颜色比较浅 因为它没有本体 只有背根神经节膨大 颜色比较深 还有本体 其他的神经树都没有本体 所以颜色会偏白 有富含的水窍 以上我们用这个图把脊髓是什么 它跟脊神经的对接和关系先说到这 我们来看一张人体的脊髓横切片 你会发现这个构造就是颜色比较深 这构造颜色比较深 这就是灰植外面比较白是因为它是轴图及外面包覆的水窍的分布的位置 这就是中央管 看没有好大 中央管就往上连接到第四脑室 所以整个中央管连接到脑的脑室完全是相通的 外面这个就相当于是脑膜 它叫极膜 极膜往上也是跟脑膜相通的 而这些极膜的下面的空腔都有脑脊随移流动 就如同脑腔中比如说蜘蛛膜下墙也有脑脊脊髓液在流动做循环 好以上这是我们对于脊髓的功能 脊髓的结构及功能上的介绍